看到外面就知道今天台风风大雨大的 希望大家如果没有事的话 最好乖乖待在家里头 注意自身的安全了 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轩兰诺台风来袭 气象局已经是在昨天的凌晨 发布了今年的第一个路上台风警报 气象局也表示说 今天的白天仍然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在山区的部分是风大雨大的 另外在新北市的瑞芳 平溪 双溪 还有贡辽 还有桃园市的复兴区 今天是停班停客的一个状况 那么随着这个台风持续的往北来移动 今天的上半天渴望可以解除路上台风警报 入夜或者是一直到明天的清晨 渴望解除海上的台风警报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 首先看到的呢刚刚提到了 已经是发布了海上还有路上的台风警报了 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轩兰诺 其实他的走得非常的缓慢 一直到昨天的深夜11点多才正式的触路 他的暴风圈呢才正式的碰到台湾的陆地 那么今天凌晨呢他逐渐通过台湾的这个东北角 可以看到包括像是宜兰啦基隆啊还有新北都构成了威胁 预估呢这个他的暴风圈呢未来还是会有扩大的一个趋势喔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天气的动态 那么气象局呢提供的这个现在的状况显示 宣兰诺目前他的这个中心位置呢在台北东方大约是320公里的海面上头 目前的速度呢大概是这个15转19公里左右往北继续前进喔 他的近中心最大风速呢现在每秒48公尺喔 相当于每小时173公里也等于差不多是15级风 那么他的7级风暴风半径呢280公里 10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是90公里 预计呢这个暴风圈呢可能还会再扩大 那么根据气象局做出的这个预测呢 就预测说这个宣兰诺在大概5号的时候 明天的凌晨2点钟中心位置呢就会移到这里来喔 大概是台北的东北方大约490公里的海面上头 那么现在呢一直到今天的上半天喔 台风就是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时候 那么随着这个他的暴风圈有可能扩大 强度也有可能增强 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一直可能要到今天的晚间 他才会逐渐的远离 那么计算局也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 我们来看到哪些地区呢 新竹线要特别特别留意喔 红色的地方呢新竹线是发出了大豪雨特报 因为受到的是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喔 容易出现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 所以新竹线观众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 那么豪雨特报的地方呢 包含了这些有基隆啦 双北啦 桃园市 苗栗县 南投县 云林 嘉义喔 还有高雄市跟宜兰县这些地方 今天呢也很有可能会出现 较大的雨市 还有这个豪雨的部分 另外呢大雨的部分则是在这个新北市 台中市还有台南市 也要提醒大家了 尤其是在这个山区 可能会出现滩方楼落石 或是溪水暴涨 提醒大家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往山区走 那么滴八地区呢也要盛防淹水了 进一步我们透过这个定量降水图 来看到今天一个全台降雨的情形 其实比起昨天 昨天全台各地呢都是这样子 全台降雨的一个状况 而且雨量呢是更明显的 那么今天呢有稍微趋缓一点点 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北部的地区 那么白天呢今天上半天 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之下 在北部跟这个东北部地区会出现震雨 在中南部地区呢也会出现短暂震雨 那么其他像是这个澎湖马祖啦 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么晚间开始呢台风逐渐远离之后 这个雨是明显的减缓了很多 北部地区跟马祖呢会有短暂震雨 那东北部跟中南部地区呢是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在其他地区跟澎湖还有金门呢会转为多云的一个天气了 那么明天呢在中南部地区仍然还是会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震雨的 所以外出呢还是记得散药带好了 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台风未来的一个动态 计商局提醒说呢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 所以呢如果是有需要在海上工作的话呢提醒大家了 蓝雨会出现10到12级的强震风 新北市东北角啦北海岸地区恒春半岛也会有10到11级的强震风 在台湾的北部还有东北部东南部高雄这些地方呢 空旷地区沿海的空旷地区容易会出现9到10级的强震风 也要提醒大台北地区的民众台中还有台南沿海呢 也会有叫长震风要注意了不要休假期间还想去海边观浪相当的危险 那么东南部的观众朋友要注意什么呢 因为也是受到了这个台风的影响 这个环流沉降的影响之下呢 东南部花东地区还有这个东部地区会 今天可能会出现焚风的一个状况 这个高温呢比较炎热可能会来到33到34度 所以呢今天会出现可能局部的焚风 金门地区甚至呢会有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 这是要提醒大家的 好最后小丁尼也要提醒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那么台风呢上半天还是会距离台湾很近 一直要到今天晚间才会逐渐远离 所以没有事情呢还是待在家里头比较安全了 要来科普一下哦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